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若与转处不留情 凡心永处那起地 若与转处不留情 心迷则为实 心悟则为智 一悟悟至极处 不再退转 即所谓不留情也 没有学佛的人 看到不留情会误会 其实 不留情是不执着之一 转处 即你已经转时常治 续万归真了 六祖说真 亦不可以执着 此处不留情的意思 亦是如此 即正悟之后 连正悟亦不可以执着 转时常治时 你若悟得够彻底 你是不会再退转的 但是 悟有小悟 中悟 大悟 可大彻大悟 有的人是转念 而非顿悟 即他遇到境界 暂时转个好的念头 并不代表他下次遇到这个境界 就不再被他锁绑 因为他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顿悟则是我解决这个问题 他以后再也不会迷惑我了 我有一个学生快六十了 那一天 我跟他开玩笑说 你想不想谈恋爱 他笑一笑 嗯 若是有机会 谈也无妨 我问他 你还没有顿悟吗 即 你对这件事情 还没有作物吗 他也很老实 他明白我知道 他想知道 他想什么 才问他的 因为我太了解他了 繁星永处那且定 繁星有两个意思 一 即整个修行的过程 二 即处在五欲六成的世界 纷纷扰扰扰的红尘都不被影响 这时 你就真的成就了 那且定 极自性本定 起信论 法葬序 虽负繁星古月 未始动于心缘 这个世界 很多人在你身边跑来跑去 这叫繁星 一般的禅定是修来的 譬如 我的心很烦 我透过观呼吸 假如我功力比较好 在最短的时间 我的心就可以静下来了 我认识一位法师 他只需要三分钟 内心就可以处在禅定的状态 这样的功力算很好了 这叫修来的 凡是修来的 一定会消失 当他专心修时 他就有禅定的状态 他不修时 遇到各种境界 还是会乱 自性自定 佛性本定 即如如不动 这不是修来的 而是本来就如此 自性本定 你们觉得太抽象 太抽象 听不懂 请问 既然知道这个理论 你可不可以一步一步慢慢走 你会不会急 你要不要故意定 或故意保持心平静 当你明白 你的心就平静了 你是自然平静 而非修来的平静 而且 这种平静的状态 不会因为旁边 放一个炸弹而逝去 你也会死得平平静静 你一定会欢欢喜喜的来 平平静静的去 生生世世 皆如此 比如 你拿一串佛珠 念阿弥陀佛 早课 晚课 各三个小时 你的内在在干嘛 你想快快地念 早念完早修成吗 还是早念完早开悟 或早成佛 非也 师父 你为什么念那么慢 因为我本来就是佛 佛就不用修了吗 佛坐高铁 还是要买票 你的心为什么不稳定 因为你觉得你是众生 所以你急着要开悟 做佛祖 你是凡夫 所以想要成佛 当你建立在这个概念时 你一刻是不会平静的 你的潜意识就是有所求 想要变成那样的人 比如 你现在已经是人了 就不会有所求 想要变成一个人 按照这个理论 无所求 你马上就做到了 因为我是人 我干嘛还想求做一个人 你以为很困难吗 领悟这个道理 你就无所求了 统领 我是佛 我干嘛急着要变成佛呢 要开悟 就要无所求 无所求的那一刹那 你就开悟了 佛弟子一般死在名下 没有学佛的人 死在他的妄想分别 名下 是用来帮助你去除妄想执着的 你不要将之变成负担 你当把他们吞下去 而非抓住他们不放 也不要抓着他们来解释 你知道 要用什么样的智慧 借助名下来消除你的妄想执着 那才是会修行 否则 你就变成研究佛法 而且 这样的修行负担很重 学到最后 你会发现 脑袋里装的东西 越来越多 但烦恼并没有减少 文后思维 你为什么放不下想求的心呢 心平和老持戒 行职和用修禅 感恩六族会能大事开示 感恩达官师父教会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 感恩 感恩 精明 感恩